过年时收到的红包总是大同小异 超过九成都市红色的信封再搭配上几具吉祥与或是金色的图样 然而在今年今年 这位日本网友所制作的红包完全不符合一般的红包模式 这款创意红包上头都有只可爱的手绘小鸡 但是乍看之下很普通的小鸡其实会随着收到红包的人的年龄慢慢长大 每当新年到 小朋友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可以拿红包 除了华人文化外 日本人也会发红包 日本的新年是1月1日 而且他们的红包款式比较多元 不像我们几乎都是红色的信封 今年有位日本网友发挥创意将红包上画上印紧的小鸡图样 而且他还贴心的配合收红包的人的年龄制作了六种不同的款式 首先第一种是刚出生的小鸡 这个当然是发给小朋友的啦 小鸡慢慢长大 好像只有头变大了 然后发给大朋友的红包就忽然变成一只熊啾啾气昂昂的公鸡了 这个成长过程跳太快了吧 这只鸡一定有失大生长速 另外两种款式则是两只小鸡跟烤鸡 怎么感觉越讲越饿了 流口水 话说收到超显时攻击的小孩应该会有点失望吧 不 虽然红包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图案可以挑选 可是用动物成长的过程配合收红包的人的年龄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那如果发给长辈不就要画一些大象等比较长寿的生物才比较适合了MyXC 谢谢大家